西瓜怎麼吃 切成塊狀 或是打成吃來喝 都還不夠看頭 做成冰棒 才是時下最流行的新吃法 新鮮西瓜打成隻 加上奇異果切片 備好料 準備裝模 急速冷凍 一隻西瓜冰棒就完成了 全手工加上新鮮水果 當天現做 因為費工耗時 每天限量50隻 常常剛開賣就銷售一空 喜歡夏天的時候吃西瓜 那總是希望說 在吃冰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多一點巧思 多一點創意 因為人都是視覺的 他總是希望說 看到好的漂亮的東西 不只有紅色西瓜 還有小玉西瓜 想吃哪種西瓜冰棒 通通任君挑選 曾經有個客人跟我們講說 這西瓜冰棒 吃起來好我西瓜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這當然就是純西瓜做 當然一定是這種 最原汁原味的味道 西瓜新吃法 還有在台南的這個牛奶西瓜汁 有別於打成汁的西瓜牛奶 只要捧起一大顆西瓜 拿起裝著牛奶的針管 用力打進西瓜皮內 再插根西管 一口就來喝下牛奶和西瓜果肉 喝到新鮮的果肉 就很新奇 夏天是西瓜產季 吃法也推陳出新 業者創意無設限 民眾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記者韓志欣王 是韓台中報導